腔腔三人行 很难得呀 徐老师又帮我们请来著名的德国汉学家 顾斌先生 顾斌教授 咱们说了这个先从通俗的讲起 说顾教授是波恩大学的著名汉学教授 这咱知道 我现在发现他这个汉学 已经相当地道了 因为他已经到了中国酒学的程度 说他喝中国白酒 你能不能谈谈你喝中国白酒的经验 是原来我根本不喜欢喝中国的白酒 但是好像是通过北岛 我慢慢开始喜欢喝白酒 通过北岛 对因为他八十年代喝白酒喝的很多 但是八十年代我基本上喝的都是牛奶 所以他跟我在一起非常非常失望 到了九十年代是相反的 现在他很有奶还是茶也我喝白酒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没办法一块喝白酒 我从02年开始有机会每年在山东找书 一个是吉南山东大学 山东 山东 一个是吉南山东大学的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是青岛海洋大学 那都是喝酒的地方 对 我第一次到了吉南以后我觉得非常奇怪 哪里的人他们都是教授他们用葡萄酒杯喝白酒 葡萄酒杯喝白酒 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 但是呢最后我发现也有好处你这样能够控制你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喝多少 我二两四两没问题 但是到五两我会有困难 半斤有困难 小杯你不知道你喝过多少 可是昨天晚上他一拿那个酒杯一放白酒大家都被他吓住了 没错 所以不敢跟他拼了 最后北岛就醉了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酒学研究的很地道 喝中国白酒啊 这中国军队里认识到这个诀窍 你到部队里去喝酒 他说拿这个小杯子拿碗来喝一碗大家吓住了 而且他就说拿碗喝或者说就像你说拿红酒的杯子喝你知道量 拿这个小杯子喝你以为小啊 你就你不知道数了 对 哎 你看这是了解中国的一个入门 但是顾教授我正好借这个话题问问你 你说西方的这个烈性酒 威士忌啊 什么白兰地亚这种烈性酒啊 和中国的这个白酒相比 这跟这个民族的喜好或者民族性格能看出什么分别吗 但是你不要忘 外国的那个烈酒没有中国白酒厉害 我们的烈酒差不多三十八度四十度完了 但是我根本不喜欢喝这些东西 我在中国最喜欢喝的白酒是什么呢 五十多度的 五十多度 最好的是六十八度的五两叶 好家伙 是喝的怒发冲冠的 所以喝那个古井贡就嫌到三十几度还不够 不够不够 他也是诗人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文人跟酒啊 从来是脱不了干西 咱们从酒啊 也说说这个文学 顾教授您这个也是了解德国文学 而且现在又这么了解中国的文学 现在在我们中国啊 有些人悲观的人觉得文学是不是 或者我们脑子里那些经典的传统的那种文学啊 是不是快消亡了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出现了 好像这个权力平等了 人人都可以写 对吧 而且这个电子化 现在电子书什么都出来了 那种所谓我们想象的像德国那种大步头的这种小说啊 这种将来还有位置吗 文学永远不会死掉 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文学 人类人都需要 因为如果没有什么文学的话 也不可能还会有人 人的存在和书文学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但是呢我们应该分得很清楚 好的文学是在什么地方 发表的 基本上不是在网络发表的 是在出版社发表的 出版社他们会注意到一个作家 德文水平是不是高的还是低的 如果低的话 他们不会发表 在网络上谁都可以发表什么东西 但是在出版社里很有可能 发表水平不高的文学作品 您自己上网吗 根本不上网 不上网 那我能问问您的这个这个贵更吗 年龄 是这样 因为在网络谁都可以发表他想发表的东西 但是呢德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人 照查我的那个文学作品 出版社他们还有人专门看一看你的德文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他们给你查一下 所以如果我没有第二第三个人给我审查我的写的那些作品 可能我的水平现在不会比较高 肯定会低 也可能会很低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就说这个出版社的编辑是很牛的 甚至能培养出一个好作家 像咱们中国有些这个腕 我们叫腕 成了腕的这个作家 那就是你改一个字你都不行的吗 对吗 对 只会说在现在中国的书的问题 我觉得是校对都不负责任了 这在满篇错别字都有 但是他我看过他一个采访就讲 他德国出版社这个编辑啊 真的敢跟你这个作家商榷 就是你这个地方德文不对 是 要改 对 你觉得作家跟编辑之间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 应该合作 应该作为好朋友 中国的编辑部呢也做很多修改啊工作 但他比较侧重在内容跟审查方面 有时在文字上 我基本上所有的书新书的书 你总会找到措置啊 就是这些校对的事物 但大家把这些事物当作是比较不重要的事物 把另外一些什么关键词啊 在那里做审查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那边的精力花了多了 那边的精力就少 你是这么解释的 那徐老师 你有这个感觉吗 你比如说 为什么我刚才问您的年龄不大礼貌啊 就是我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我们就说呀 你比如说现在的大学生跟我讲 说我看你的这个节目啊 这个秀啊 不是在电视上看的了 我们全班同学都是在网上看电视 对 那么我们的网站就会告诉我 你知道他们在网上怎么看你的节目吗 我们必须把你这一集节目 我们已经时间很短了 22分钟 他说我必须给你再分成三分钟 五分钟 再有一个小标题 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包括在网上写那个博客的人 都会告诉我 这个网上的语言啊 五十个字 一百个字 甚至现在流行这个微博 一百四十个字 这就是网络人的碎片式的阅读习惯 说现在还真有人能够啃这个大步头 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当然当然我我这个我这个讲法就是说书是没法可地带的 我同意他 但是呢中国因为原来这个经典的文化在若干年前被动摇了 所以马上上来的又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化的后现代的这个时代 所以呢会产生了很多人对于原来的所谓经典的这个这个怀疑 而且觉得这个东西会过去 但其实你要仔细看情况不是 现在就最红的一些网络作家 什么宁财神啊这些人 他们也都是在网络发表以后 然后进入出版业 就是真正站得住脚的 你还是出版业 你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的梁文道 在我们节目里做了很久 可是现在他也在书一畅销 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你看他自己的感觉到另外一个情况 那所以书的魅力还是无法挡的 德国作家现在成了腕 是不是也是走这么一个途径呢 德国作家和网络是两回事 网络是两回事 对 他们没办法 真正的作家在德国他们还先会用手写作 然后可能但是也不一定 他们会用电脑修改他们的作品 是这样一个德国好的作家 他一天才会写一张页 第二天会修改 第三天还会修改 所以一个有标准的能够代表德国文学的作家 他有一次告诉我一年之内他只能够写一百页 所以如果一个德国作家一年能够写一百页 他算好作家 一年写一百页 是 要是写一千页呢 那跟莫言一样 他能够在什么两三个月之内写这么多 从我们德国来看是有问题 莫言要割德国就是有问题的作家 那香港的专栏作家更不得了的 他们一天写好几个不同的栏 真的吗 对啊 那不不会羡慕他们 你就像我们这个梁文道 他这个香港的这个写专栏的 您知道吗 咱们吃着饭喝着酒 你就看他这么写 待会传真机发出去 稿子就发了 那他是钱财跟王不一样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刚才有个什么问题 我就是在说 相比中国目前网络这么蓬勃的情况 可能欧洲就没有那么发达 也许原因是因为 他们工业社会的那些媒体太发达了 比方说电台啊 电视啊 报纸啊 书籍出版啊 他那个传统工业社会的媒体太发达了 所以现在反而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新 最新的科技带来的东西 不那么容易进入公民的生活 是不是 德国人大部分不需要通过博客 或者是网络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对不对 这个日本的例子也是这样 你看日本的几家大报 产经新闻 独卖新闻 朝日新闻 都发行一千万 你知道日本才一亿人口啊 这三家大报就有三千万 就十个人里面有三份这样的报纸 所以他报纸 而且他的报纸不是彩色 都是黑白的 他的报纸的还是垄断着 他基本上这个社会的舆论的空间 中国人口比他多十几倍 可是中国没有一家报纸 有日本的这几家最好的报纸的销量 一家都比不上 咱们咱的网络天下无双 对 咱的网络现在超过美国 美国的网络是娱乐化 是YouTube啊 工具是美国提供的 但是好像是 开花是美国开花 结果是中国结果 为什么德国人不热衷这个网络呀 对我们来说这个网络好像缺少一个固定的水平 有的时候你可以查到有意思的 有水平的资料 但是基本上 反正我是 我查不到 比方说我后天要将王安逸 天宁 这些女作家的作品 那今天我看到有关他们有什么英文德文发表的资料 很差 差得要命 其实网络是有这么个问题 你很简单 我们如果在网络你打你自己最熟悉的领域 比如说你自己或者你研究对象的 你就会发现它上面是很参差不齐的 有很多很差的也排在很前面 对 甚至重复 那好的东西就会被遗漏 因为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是先到图书馆找资料 对 先找缩影的 我们有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会看到网上给你提供的东西的参差不齐 但假如说你没有图书馆这个基础 那你只是一开始就一落网 那你就根本辨别不出你所拿到这些材料的质量跟价值 所以上网络我竟然觉得我浪费我的时间 我现在觉得它坚持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中国 我们大家喜欢讲的是与时俱进 接受新事物 要接受的快 你得反应的快 是吧 有什么新手机 有什么新的马上就能够接受 但是呢 我觉得它好像是不是德国的这种知识分子啊 它还是相当于我们认为的那种精英化的 贵族化的 要一个精品的那种 最重要最重要不是 但是我们喜欢思考 我们喜欢沉思 所以如果你要思考的话 你需要时间 快快快不算 慢才好 这是完全两个理路的 你看欧洲的城市 你看他们的主要的建筑 都是几百年前的 换句话说 最近一两百年世界变化这么大 但没有人建议要在比方说苏黎市 或者巴黎 或者日内瓦的市中心 盖玻璃的高楼 它要盖 盖到郊区去 那这是一个整个市民的共识 这不单是知识分子 这连老百姓都要认为 是五百年前的房子 比现在的房子好看 虽然五百年社会进了那么多 但是他们不接受 偶然接受一点点 这个罗浮宫里边 弄一个小的玻璃 但是整个巴黎市区的房子 它可以在里面内部改造 但是大家不去 我刚到欧洲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就问 为什么市中心都没有高楼 他们说我们认为不好看 是 整个欧洲 你刚才讲的文学的问题 你如果放在音乐上 比较更容易理解 你在音乐 你看他们classical music 它就是非常强大 你pop music 你可以很多人在欢呼 在广场上 但是你根本不会动摇 卡拉扬或者贝多芬 或者是帕多芬 或者是帕巴罗迪 他们的这个地位 那有很多人就是 就一直在 我在德国 他们听歌剧 说听了二十几遍 听了二十几遍 瓦格纳的歌剧 那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的老的 金区迷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的金区迷 要与时俱进 这个是有问题 这个世界未来的方向 到底是什么 这本身也是个 中国人的思维的问题 你看中国人最爱说 中国像何处去 到了现在 咱更强大了 是吧 开始喜欢说 世界要像何处去 所以啊 有些人 他会对欧洲 有一个观感 就包括德国 就觉得啊 他们像老人呢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看 你看也对网络 不那么热衷 而且对经典的 过去的东西 那么情有独钟 是 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 就是年代 香港学者 香港学生 到了博恩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想走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那里的社会 没有香港发达 没办法 有什么火力 对 对 香港是动感 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很有可能 请香港学生来德国 特别是来博恩学习 他们觉得我们落后 但是我们喜欢这样落后 喜欢这样落后 中国喜欢落后 对 但是有些事情 也很吊诡 比方说我们今天讲 网络啊 中国现在跟世界的距离 比以前接近很多 对不对 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讲文学 讲作家的时候 我们昨天的讨论 就注意到个问题 今天当代的中国作家 比起五四的那辈作家 跟世界的距离 其实远很多 你想想 鲁迅接待肖伯纳 徐志摩接待泰戈尔 对 约达夫跟佐藤春夫交朋友 他们都是直接读原文 然后跟外国的重要作家 直接做朋友 今天的当代作家 虽然在网络时代 那么世界一体化 你有听说哪个作家 是直接阅读原文的 你有听说哪个作家 是创作之外还做翻译的 你有听说他们哪一个人 在家里招待哪一个 有名的外国作家 他们成为私人朋友的 他们必须整个中国当代文学 在一个这么高速 整合接近的世界里面 中国当代作家的处境是 比以往的时代 离世界更远 他们中间隔着两条沟 一条是语言的障碍 一条是外办的障碍 我觉得中国的作家 当然我不是他们 但是我感觉 还是有一个 就是观众要捧场 就是这个反应要热烈 要火 就是我的这个作品 能够广受欢迎 这个诱惑 好像还是非常大 大于其他的 非常非常大 你就比如说 现在这个 就像你说的 当上次做节目 他讲的 为什么你说过那句 被人误解的话 说中国当代文学 什么是垃圾 实际上当时是有人 跟他讲了三个女作家 这几个女作家 像什么魏惠啊 还要谁来讲 没有面面红英 对啊 但是他们的这个 写的东西 一度很多人看呢 是现在 但是过了十年以后 没有人想看 这是肯定的 他们很快死掉了 但是也许 这些作家会告诉你 我们并不关心 十年之后 还有没有我们 甚至是死后 还有没有名声 对 好吧 如果他们这样看的话 我不反对 他们这样成功 但是他们不一定 在我的那个文学时 会一个会有什么高的地位 我在课上问学生说 你们知道香港的文学著作 什么著作是最流行 印书量最多的 学生猜了很多对象 从金英王什么什么 猜了一大堆都没猜对 其实香港印的最多的文学书 是鲁迅 是不是吗 对 因为他一直在印 他做教材 今天这么多流行的音乐 其实最流行的音乐 是莫扎特 全世界all time 最流行的音乐 是莫扎特 我就想回答这个问题 流行的东西 流行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放以时间的来看 还是最好的 是最流行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顾教授接着刚才的话 对 上一次我们谈了 作家和钱的问题 作家和市场的问题 但是我老说一个 作家应该完全独立 无论他能够赚钱 他应该协作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猜 他还没有发风以前 还没有发风以前 是连一本书没办法发表 所以他用他自己的钱 发表他的书 还没有读者看他的作品 但是他发风了以后 他妈妈才会有他的读者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 尼采还没有发风以前 也跟中国当代做的一样 说市场要什么 不要我的书 那我不写 那我们今天不会提 什么尼采的名字 这个他让我想起 就是我有一些画家朋友 我在他们当中 发现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讲 就是说艺术 这个东西 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 跟大多数人 没有什么关系 在少数人是知音 然后你比如说他画画 他说我直追送源 对吧 我跟千年之前的古人对话 遥相做知音 然后默默的在这耕耘 但是另一种作家跟你讲 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还想说几百年之后 人们记得你 他说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网络时代 你如果不再活着的时候出名 你死了 没有人再会记得你 你对这两种观点怎么看 我不同意 你看那个毛泽东 最喜欢的一个 汤朝诗人 那个李赫 到了二十世纪初 中国人基本上不看他的作品 是日本人看他的作品 过了一千三 三百年以后 因为毛泽东特别喜欢李赫 所以李赫到了文革的时候 开始非常红 所以一个作家 他不应该考虑 我今天出名字 还是不出名字 无所谓 如果他觉得他的工作是有意思的 他已经满足了 是生活上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例子 我觉得常常反调 德斯多耶夫斯基是为了还债 平民写东西 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巴尔扎克好像也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 德斯多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当初是为了还债 赌啊 喝酒啊 什么东西就生活不好 招样写出伟大的作品 所以也可能有些人眼前有Money 将来又有很大的名 当然了 冰卡索就是这样 如果有钱财的话 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很少作家会有 做那一千草 因为是做的是工作 艰苦的工作 所以他还是要选择 你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 但是这个 对